我沒有殺小啦! 我以為聊天室壞掉了 都沒人要講話 我以為聊天室壞了 每次都很奇怪 媽的CS一打開大家又不講話 平常又說 你怎麼都不打CS 幹媽真的CS打開的時候 媽沒人要講話傻小 看的真不爽 你怎麼都不打CS 最近怎麼都不打iPS 最近怎麼都不打什麼 幹那遊戲真的開起來之後 幹媽又沒人要看 氣氛隊友 不是啊打個遊戲 你們很奇怪 你們都喜歡把實況風氣 搞到壞的那一邊去 整天就想要氣氛隊友 整天就想要講一些有的沒的 對不對 氣氛隊友 我跟你講 現在會搞一些 氣氛的 殺小的 講一些有的沒的 那些人就是沒被ban過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開台不敢在那邊講 講一些有的沒的 幹以前講一些有的沒的 沒的都被ban過好幾次了 ban到都沒coda 可以給突擊ban了 誰敢講 講一些幹他媽的 超級白媽的 講講被突擊ban 他們一定是沒有經過那種被ban台的痛苦 有可能他們不在乎啊 平常賺那麼多錢 被ban台他們也不在乎 你們就喜歡看人家講一些幹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講一些有可能被ban的東西 誰敢講啊 講一講以前媽的被ban好幾次 有多少人是被ban過帳號的 對不對都被ban到媽不能開來要開另外一支上來開 很像龜狗 龜狗之前也被ban過帳號 他也被ban台過好幾次 他現在不是乖乖的 誰敢誰敢講一些幹啊 講一些有的沒的 剛好你們就喜歡看啊 等到他們被ban過幾次之後 他們怕了就一樣啊 就會乖乖的啊 不能惹啊 對不對 還不是這個社會風氣搞的 你說認罪書男 那規果也沒做錯什麼事啊 就要被告 你看他被告還要沒 可能每個禮拜每個月都要跑法院 這麼麻煩 以後誰敢這樣罵人 誰敢誰敢這樣做效果 誰敢這樣打水砲 打個水砲而已就要被告 誰要打水砲 是我我也不要 平常賺錢 平常賺錢就已經賺不夠 還要請 還要上法院還要請律師殺小的 對不對 以前講一些有的沒的 發的就被ban台 誰敢講 請問左上角那位現在在哪裡 被突襲ban死了 在哪裡 被這個社會搞死了 要怪就怪這個社會 整天他媽有事沒事就要告人 有事沒事就要ban台 去問問看這個社會到底想怎麼樣啊 對你們就只會問說 你們就只會問說 啊那個誰是誰 現在怎麼都不會這樣了 那你要 你應該要去回顧一下他 他實況生涯被ban了幾次 他還有 他是不是已經快沒扣打 他是不是已經被列入觀察名單 還怎麼樣的 你們就講一些風涼話 反正到時候到時候沒錢賺的也是我 又不會是你們 對 頂多就是我們一起去找個場上班而已 突襲是不是不缺亞洲市場 應該還好吧 應該說不缺台灣市場吧 你看台灣現在頂峰的台 最多也才1萬人在看 觀看人數這麼低 人家美國韓國日本隨便都1萬2萬 對不對 台灣最多就不到1萬 每次一開起來就是史丹利排第一個 史丹利排第一個 史丹利排第一個 啊第一個他可能9千 啊不然就1萬1萬出頭 台灣台灣現在這麼少人在看突襲 他哪在乎你們 該死的就去死一死 阿賢你知道原住民都幾個月嶺 薪水媽三月因為翻山月嶺 蛤 當你在 翻山月嶺的另一邊 我在紅的路上 沒有盡頭 你這個我嚴厲斥責阿 我以前就講了一個客家人的笑話被ban台 一次要ban我30天 從此之後我不敢再講一些有的沒的 我這個嚴厲斥責 請不要開人家種族的玩笑 嚴厲斥責 那一次是我最後一次被ban啦也是我去找個喝上班的契機 那是我那次我從那次之後我已經到今年剛好一年啦 剛好整整過了一年 我這一年內我很乖都沒有被ban台過 不然我開台四年 我開台四年每年幾乎都被ban過一次到兩次台 這是我有史以來最怪的一年 因為那一次我被ban了30天 我知道我已經沒有扣打了 30天已經是最多了 再一次可能就是去紅色學校開台 再一次 所以我們不容許有任何差錯 不能再講一些有的沒的 因為有可能再一次我們就是死透了 那這個外國板手中文很好 懂這個酷酷的諧音梗 我在猜他們真的應該 他們真的是有懂中文的人在國外啦 應該是真的有 因為上次我 上個月突起少給我錢 我有記信 他叫我說 他跟我說這封信你只要用中文回答就好 我們會有懂中文的人 來幫我們翻譯 他叫我打中文就好 那我在猜應該是真的有 搞不好也有可能是台灣人 就是他們懂中文的人啦 我不確定啦 反正就是 審核是外國人審啦 翻譯的話他們可能真的會叫台灣人去翻譯 突起給我錢嗎 有啊他最後有還我 他最後 他就把上個月少給我的 在這個月都給我了 都給我 我開台賺不賺不到 我開台賺得不比別人多 我就不想開 我就不會想一直開了 我就當打工就好 要做就要跟人家做到一樣好 對不對 既然做不到跟別人一樣的高度 那我們就轉換跑道 這個就是當副業啊 我也很認真做啊 我不是不認真做 反正就去當個上班族啊 禮拜一到禮拜五 去公司 對不對 努力上班 有空開台 有空開開台 賺賺外快 對不對 人家賺外快就把我扶Panda 我賺外快在家打電動 也差不多啦 謝謝大家